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GDQ的简介以及一个简单的DEMO实例 好,这一课我们一起了解如何通过我们的GDQ来生成我们的验证码以及缩列图 好,下面我们开始 从上一课的这个DEMO里面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PAP中啊,我们用GDQ对图形图像的操作大概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创建画部,对吧 来,我们记一下 创建画部 所有的图形图像都需要在一个背景图层上完成 画部就是这个背景图层 画部实际上就是在内存中开辟了一个临时的内存区域 运营存储图像的这个信息 好,我们第二步就是我们在这个画部上绘制图形图像,对吧 好,这个在画部上不能丢啊 背景图层创建完以后可以基于这个背景图层使用各种图像函数 设置我们这个图像的颜色啊,填充色以及画各种图形 第三步就是我们这个保存并输出了 你看上一个demo里面我们不是有一个imagegp1g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我们如果直接转一个resource函数的话就把它输出来 如果我们转一个发现内的话就保存到我们的这个发现内里面去 对吧 这是上一次这个demo实力面用到的这个函数 完成整个图像绘画以后我们就需要展示或者是保存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不可少的一步 第四步就是我们这个销毁 这个图片对象 就是我们这个imagestory是吧 输出完之后内存区域的这一块这个画部信息的内存区域我们就没有了 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清除它占用的内存资源 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可少的四步对吧 双跌画部在画部上绘制图形图像 然后保存或者是输出 然后再销毁这个图片吞下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这个如何来生成我们的验证码啊 在我们不小的这个web上我们都用这个验证码来防止这个机器人的自动注册啊 登录啊挂水 对吧 其实验证码就是将一串随机的产生的数字或者符号生成一个图片 然后在我们这个图片上再加上一些干扰因素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人眼去识别其中的这个数字信息 然后输入到表单里面提交 验证成功之后 我们这项功能才能正常使用 对吧 验证码能有效的防止某个黑客对某一特定注册用户 用特定程序暴力破解方式进行不断的登录尝试 实际上 其实也是用验证码这个做防范是很多网站的通用方式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我们一起看一个代码 就是这个代码就是生成验证码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控制它 穿过 扩大一点 好 来 我们从第一行开始看 我们看第二行我们直接调用了sackstar 它是这么一个原理 在我们的验证码里面 首先我们是随机数对吧 在一个展示验证码的页面吧 我们首先是要生成一个随机数 然后把这个随机数存到我们的这个section里面 然后再是把它随机数生成为图片 就是生成验证码 是吧 然后当我们用户看到这个验证码之后 我们输入表单 然后提交到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我们之前的这个section里面 保存的这个验证码的这个 这个值 跟我跟用户提交的是不是一致 那我们这里也用code存储 就像之前生成的这个随机数 我已经存在section里面 当这个用户提交一个 随机数 然后我就会跟section里面的这个 随机数做一下对比 如果是对的 那说明 确实是OK的 如果提交错误了 那他就会判断验证码错误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来我们看这个生成验证码的这个代码 首先我们要用section start 开始使用我们的section对吧 然后第三行就是输出我们的一个图片 第五行第六行是说明我们这个图片的宽高 对吧 然后第八行就是我们随机数的这个种子 然后第九行到第十二行呢 就是生成我们这个随机数 好我们把随机数生成之后 我们就保存在section里面 key之位 also下方些code对吧 然后第十五行我们就创建了我们这个图像 我们的宽高对吧 然后第十六行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片的这个背景色 设置为白色 然后在第十八行到第二十五行之间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 它是一个 这个字的长度对吧 我们这个随机数有多长 我们是四位数啊 四位数的话 它会在这里生成了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宽高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字体的大小 那都是随机的 设置字符颜色也是随机的 然后 每一个字符 我们都用这个随机的方式设定它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是它的一个看每一个字单独输出来 也就是每个字的颜色 它的位置 都是变化的 然后到第二十七行我们就把这个图片输出 而第二十八行我们就销毁这个图片对象 对吧 好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 保存的方式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吧 我们就当前目录下面的这个 T1.gpg png 那我们运行一下 刚才说没有找到这个图片 这个函数 对吧 不行 我们就GP1.gpg 看看能不能成功 执行成功了 对吧 好 我在 我在执行到刚才那个目录下面来 这里我有个小提示 需要更新一下这个控制台 这个mini窗口 我们不等它了 我们直接从这里退出 我们打开 我刚才是不是生成了一个T1.png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T1.png 这就是我刚才使用的这个印证码 这个每个字体的这个位置 以及它的颜色都会有一些变化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印证码 也就是我刚才我们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生成的手机数 保存到section里面 利用这个手机数 生成一个验证码图片 然后 用户提交的时候 再从section里面拿到这个验证码 跟用户提交的作家对比 这是它的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 而这个demo的一个简单的地方 在于我们的这个 没有给它加一些干扰数 对吧 本来应该是要还要在这个生成 自体完之后 我们要给它打上一堆的这个干扰因素 干扰因素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有一些随机的颜色 以及一个位置 然后打到这个图片上面 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这个验证码 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程序给破解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验证码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缩裂图 在很多的这个网页上面 我们后团 可能就上传了一张大图 对吧 那我们在前面展示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说 后来上传了一张800kb的图片 我们在网页上面就展示一个800kb的图片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前面展示 我们就需要生成一张很小的缩裂图 可能就是几kb 这么一张图 对吧 这是一种场景 另外一种场景就是 可能有可能我在后台上传的图片 我需要在手机里面展示 那如果你这个图片太大的话 我一看老半天都打不开 那可能就直接把应用给关掉了 或者是我在手机上把网页给关掉了 我就不看你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大环境下 我们的这个PC可以用大图 但是比较慢的话也会导致一些用户的损失 对吧 尤其是手机的话 我们不可能说用大图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生成一个缩裂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缩裂图的一个demo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 这是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图片 对吧 然后百分比0.8 首先我们获取了这个图片的这个大小 通过我们的这个getimagesize 是吧 获取了这个图片对应的这个宽高 然后呢 我们新的宽高呢 就是刚才也不会有个百分比吗 对吧 我就按照80%的这个缩小 然后我们重新创建了一个新的画布 然后呢 我们从原图上面 把这个图片 获取过来 生成了这个图片的对象 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imagecopy sample 就是把原始图片从 作表从100 横作表从100 重作表从100开始 分割的长度 原图的一半 然后将分割的图片放到这个新的这个图片上面去 对吧 然后再我们通过生成我们这个 质量为100%的这个新图片 那其实这个时候 它已经是 就相当于这个图片大小已经是 缩少了 对吧 从我们这个 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你看 我们这个 imagecreate true color 它就是创建一幅背景图片 它的第一个参数是我们创建图片的这个宽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高度 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图片对象 然后我们就存到这个image下方件P里面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imagecreate from GPEG 它就是从我们的GPEG文件或者URL创建一个图片对象 把它存在image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函数 它的作用就是将语言图片分割好 然后将它和采样拷贝道 用这个 我们这个imagecreate true color这个创建的这个图灯上面去 你要再将这个坐标从00开始投放到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宽高上面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图片的一个缩小了 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我们应该也要看一下它的demo啊 我看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图片啊 没有准备好图片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很大 对吧 Test GPEG 好 我们就用这个图 我们用Test GPEG 然后80% 那这里我们也是要保存啊 FindName 我们就Test 2.GPEG 好吧 来 我们这里少一个函数 叫做imagedestroy 来 我们重新 好 来 我们看这里面的这个图片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 对吧 看我们生成了一个Test 2 对吧 来 我们打开 看 看我们是不是 看一个大图 变个小图 但这个图片的这个 说了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直接把这个100 100开始 就是横坐标 是100开始 然后重坐标也是从100开始 相当于我从这个 我快到这个点了啊 从这个点 从100开始 搞被这个区域过去的 对吧 那 这个有问题 我不是 我 因为 我已经把有些区域给扔掉了 对吧 我并不是把它全部说小心的 你看 这两个图片 额头被我踩掉了 是吧 还是要下来一点 对不对 额头都已经被我踩掉了 然后这个背呢 也被我踩掉了 并且好像还拉宽了 对吧 所以 这虽然是个简单单吗 但是这种可能 并不符合我们一些 实际的应用的这个需求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 我上传的是个这 然后展示的是个这样的 那 多影响美观 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缩略图的这个Demo 来 我们看一下吧 首先 这是一个后台上传图片的 这个即时生成缩略图的这么一个实例啊 来 我们看这个 图片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 上传的这个文件地址 对吧 然后我们再生成 我们默认给它对应生产生一个 小图的这么一个地址 这个文件名 然后呢 如果它上传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产生错误的话 我们就把它移动到我们的这个 上传这个文件的这个路径下面去 然后我们输略图的宽高 默认就200 然后创建这么一个图片对象 然后把原图的这个宽高 我们获取出来 获取到原始图片的宽高之后呢 我们首先先创建我们这个 这个目标缩略图的这个大小 对吧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原始大图 按照这个copy resize 就是缩小这个图片的方式 给它拷贝到我们的这个 目标缩略图上面去 然后紧接着 再是把我们的这个图片 生成到我们的小特别 小的目标缩略图上面 对吧 然后这里 我们又没有加这个 Destroy 对吧 这里其实最好还是能加一下 如果不加的话 其实虽然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建议还是减加上去好一点 然后就是我们展示上传成功 然后把小的图片展示出来 对不对 这是我们整个一个上传的 这个简单缩略图的一个处理 但是这个 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是按照我们这个比例来说放的 就是我们直接是resize 对吧 好 这个我们就没有 预期的这个demo了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我在这里已经给大家准备了 这是一个图片地址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 我们用 这是我在之前查过显示器啊 你看 这个图片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看的是一个图片地址 对吧 但其实它是一个 处理这个图片的一个路径 首先它这里有个 有这个 锁印图片 对吧 然后再是有一个宽高 在这里 假如我给它搞成350 250 你看 是不是 它其实是根据我们这些参数 映射到某一个处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映射到具体的某一个代码上面 这个代码根据这个参数的宽高 然后及时裁剪我们这个图片 假如我这里设置了一个m试试啊 你看 这个参数好像没多少用 对吧 但这个宽高好像有用 然后它有一个 它的这个 你看 我们这就证明它确实是一个接口了 对吧 它不是一个图片了 如果是图片的话 它会说找不到这个文件 404 no find 对吧 而现在它返回的是一个代码 一个接线串 所以说它是一个图片的这么一个接口 这是我们在实际项目里面 可以用 应用到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 有些应用场景可能 上传一张图片之后 我们可能 好几个地方要用 每个地方应用的这个图片的宽高比例都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 为了这个图片的这个存储来想 一张图片我可能存成五份 那以后如果要再变动的话 我还要继续生成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提前生成缩猎图的这个方法 好像使用起来更加麻烦了 假如说一张800kb的图片 那我存成可能五张 那虽然每张可能小一点 可能缩猎图嘛 对吧 那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大影响啊 那相当于我在服务器 商场一张原图 加五张缩猎图 但是问题是这个缩猎图还不一定能百分之百 解决我的业务问题 因为我有可能再加添加一个应用成型 它的图片大小可能 并不跟这五张缩猎图一模一样 那有时候它可能也会 那不一样的话 它有时候就会存在这个拉伸啊 或者压缩的这个现象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用这个接口的方式 就是我们固定一个图片处理的这个代码 做一个API接口 然后呢 我们再规范一个宽高的比例的这个参数 然后以及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水印 对吧 那这个把这些传过来之后 我们API里面解析到它的参数宽高 或者是这个后面假如说是一个水印的这个code 对吧 那我们就及时从原图里面生成出一个宽高的 这么一个大小宽高的图片 以及加这个水印的图片 当然生成完之后 我们也注意把这个缓存起来 当我们下次访问的时候 就是假如缓存半个小时嘛 好吧 然后下次继续往外的时候 立马从缓存里面读入这张图片 就不用再占用我们的CPU去生成这个图片了 对不对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